一个逮捕非法外劳的行动竟然意外破坏一宗毒品案 警方接候民众情报之后 在本月的6号突击万金一间靠海的住家 意外发现4.1公斤价值大约65万6千令吉的冰毒 当时这批毒品装在一个木箱里 警方逮捕4名没有合法证件的印尼男子 并将他们扣查到4月13号 警方将原理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39B条文 一旦坠成唯一的警罚就是绞刑